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开始就是另外一个阶段是属于彭仑品的祭宋 我们《法华经》翻成华文完整的有三个本 就是由正法华西晋的祖法库他所翻译的 我们一般用的就是 舅母罗时翻译的《妙法莲华经》 后面隋朝有一个舍纳吉多翻译的《天平法华》 这三本当中前两本 就是正法华跟妙法莲华本都没有祭宋 也就是说舅母罗时他翻译《法华经》的时候 在这个《普门品》 《追品》里面 其实他只有长行没有祭宋 那我们今天会念这个长行跟祭宋一起呢 是后人把《天平法华》 就是舍纳吉多他们翻译的那个部分 祭宋的部分就加在长行后面 那《天衣无缝》 那个文好像看起来 你不会感觉是另外一个版本翻译的 非常非常的流畅 感觉一气呵成 事实上 中罗时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很可能当时他带来的版本的翻译 就是没有这个祭宋的部分 所以他并没有翻译祭宋 那既然他没有翻译祭宋的话 智者大师他的解释 画华文具 或者是他的艺术 就都没有解释到祭宋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看到流通本 有祭宋 那他的注解 在后来 就是知里大师他的艺术祭 当中他就有说到 他是根据慈云尊士大师 他的科 他的分解 来做解释 可见的长行跟祭宋 合并成一个单独流通本的话 到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是很流行的 那欧一大师他的法华会议 他也有解释 就是 智尔大师因为他没有看到祭宋 所以他没有解释 但是后人 就把这个祭宋补上去 而且解释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科文 是根据尊士大师的科 来说明他的祭宋部分 那祭宋内容呢 有重宋 就是我们长行里面呢 有的内容 他再重复说一次 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祭宋 因为他在祭宋里面有加宋 就是长行内容没有说的 在祭宋里面也有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这个也是在祭宋里面 我们要看到的地方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科 我们讲义的科里面 这是依照真是大师所做的科 他的祭宋 他把它分三大段 一个是双宋两问 然后双宋两答 双宋两券 前面双宋两问等于有点像是属于续分 那两答是属于正宗分 两券的话就是流通分 我们根据这个科呢 我们就很简单的在消闻过去 如果是属于重颂的部分 我们就不再解释了 也不再发挥 各位自己去体会去领悟 所以我们把这个颂文就这样子 逐一的看过去 所以开始是双宋两问了 大家请看一下经本第203页 道水第二行那个地方 尔什吴敬义菩萨以祭问约 这个也算一首祭的 尔什吴敬义菩萨就用祭宋来问 那这个地方开始 在九姆罗斯的文是没有的 这是天品画华所说的内容 当机的吴敬义菩萨 他除了前面用长行问以外 他用祭宋来问 一样问两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 我们看到他问的问题 是尊妙相聚 我今从问笔 佛子何因远 名为观世音 这是问的内容 那是尊妙相聚 就是先赞叹佛 赞叹佛的德 是非常庄严的 那我现在呢 又再次的再问一次 前面已经问过了 那现在再问 那这个从问笔里面 他其实是问两个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 这个佛子何因远 名为观世音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含两个问呢 后面的那个问 他就没有写出来 可是用那个从问笔 那个从里面 就是含两个问 就是他云何由此说过世界 其实在这句里面 也有含在里面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双诵两答 双诵两答当中 第一个先总叹行愿 就是佛呢 来赞叹 观世音菩萨的行愿的功身 所以 句竹妙相尊 祭达无敬意 辱听观音横 善应诸方所 这是总答 这是总答 总答里面 你知道观音菩萨的所有功恨 里面呢 你要地听地听 就是说要文思修 都要仔细的了解 观音菩萨呢 他是善应诸方所 他非常的善巧的呼应 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情况 这里面讲到是 普门神通之力 下面讲 红世身如海 历劫不思议 四多千亿佛 八大清净愿 这个是总说 观世音菩萨 他的愿力不可思议 一般来说 我们说红世身如海 红世的话 如果讲 所有的诸佛菩萨 一定都是有发红世 一定有发世愿的 没有不发世愿的菩萨 或者是佛 那以通愿来说的话 我们都会讲是四虹世愿 四虹世愿的内容是通一切的佛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他也一样发四虹世愿的内容 像海一样的身 然后他是历劫不思议 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中间就是修行的过程当中 是以行来填愿 他的发的愿 然后他修菩萨行里面是非常不可思议 时间是非常的久 就是因为他时间非常的久 所以他四多千亿佛 他所侍奉的佛也有很多 所以发的愿大 所行的功恨也很深 所以成今天观世音菩萨的硬化二身 欧依达士说 譬如水障船高 尼多佛大 这也是很漂亮 就是因为他时间多 但时间多都不是空虚度日 所有的时间里面都在侍奉佛 都在修行 然后都在用行来填满他的愿 所以他的水越来越高 水障船就越来越高 来讲是他的功恨 那下面讲发达清净愿 这是讲观世音菩萨他所发的愿 是非常的清净 一般来说 前面的红世身路还是四红世愿 就是通愿 发达清净愿 我们也可以指他的别愿 观世音菩萨的别愿 观世音菩萨的别愿来说 我们在观世音大事战当中 有唱到说 十二大愿四红生 可是慧老说 他查遍大藏经 观世音菩萨的十二红愿 他没有看到 不知道观世音菩萨发什么十二愿 他认为这个十二大愿 应该是十六大愿的比悟 就是古代抄写的时候有错误 因为他根据大悲陀罗尼经里面 有观世音菩萨发的十六大愿 所以这个是讲到发达清净愿 如果要讲别愿的话 就像弥陀四十八愿 药师如来的十二大愿 那么观世音菩萨 我们唱算是十二大愿 但是他依据考据来说 他说应该是十六大愿 也都是愿愿都是清净大愿 正是总叛行愿 然后下面就是别诵两答 就是个别来回答 观世音菩萨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先总答 我为鲁略说 文明即见身 心念不空过 能念诸有苦 佛就说 我现在再简单的说一下 这尊菩萨的威德 如果我们能够文明 有这个听到观音菩萨名号 就有口业 就是口业 因为你文明 你就会称明 文明跟称明是一体的 这是口业基 然后见身 你会看到观音菩萨的时候 你会典礼 文明 称明 见身 顶礼 这是深业基 心念不空过 知道观音菩萨的种种功德的时候 从我们心上 能够得到相当的体会跟领悟的时候 你念念观世音 在观世音菩萨的这些功德 名号 这些威德 从我们的心念里面 都能够不空过的话 这是一业基 所以这三业 众生三业所感的话 得到的功德 是不可思议的 能念诸有苦 就是称明 顶礼 心念 三业里面所感 所得到的功德 能够灭掉 诸有苦 什么叫诸有苦呢 就是三有 九有 二十五有 众生很喜欢有 我有 有什么 在佛法里面 有是苦 爱 取 有 十二因缘里面 所以有 有了以后 就有 生老 病死 就有三界 二十五有 这个有 是我们的苦果 如果我们有 三月之机 称明 顶礼 心念的话 他能够把 不管三有 九有 二十五有 都能够把它 习念 所以他能念 诸有苦 这是总答 总叛 观世音菩萨的 威德 自在 神力 下面就是别答 也就是 从宋前面的 七难 三度 二窮 乃至于 三十三应生 等等 这是别答 但是 他没有一个一个 对应 还有他也有 加宋的部分 我们就把 这个文 念过去 假使心害意 推落 大火坑 念笔 观音力 火坑 变成 十 这个是 七难里面的火难 从现在开始 他都说到 观音菩萨的 名号 微神之力 所以 一再一再的说 念笔 观音力 在这个祭颂 总共有 二十六首 祭颂 但是 这一句 念笔 观音力 总共出现了 十三次 所以当我们在念 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不要念的 没有什么感觉 也没有什么力量 一样 念笔 观音力 念笔 观音力 念的那个念力 也要从心念不空过 因为他一再强调 而且他的那个韵味 都含在这个经文里面 而且他的祭颂的文字 也非常的顺畅 所以这个是火难 就是念观音 念观音什么呢 念观音之力 或是你自己本身的念力 观音有力 然后我们本身也呼求观音之力 两个相改 然后能够成就火 亨叶成此 就不招火难 第二个是水难 或漂流巨海 荣于诸鬼难 念笔 观音力 波浪 不能没 这个很容易了解 我们就不再说了 就是水难 第三个 或在虚弥风 为人所推舵 念笔 观音力 如日虚空柱 这个是三难 那么这一首祭颂 跟下一首祭颂 都是三难 下面 或被二人族 堕落金刚山 念笔 观音力 不能损一毛 就是前面 在七难当中 没有这个三难的部分 那这里面 第一首的 或在虚弥风 为人所推舵 这一首祭颂 是属于三难 是人为的 就是招家害 人家故意把你引到高山上 然后把你推下去 要加害于你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念观音的话 那它就不会有生命的危险 这个文字的描写非常好 它的如日虚空柱 意思就是像太阳在虚空中 它是不会掉下来的 那这个是一种比喻 就像你如果被推舵的话 事实上你是可以安全的 不会有堕落而有危险 生命危险的困境 那讲到虚弥风 这是最高的山 高山都不会有困难 更何况小山 这个是人为的 那堕落金刚山 是你自己不小心 被恶人逐 被恶人追逐 然后你自己跑的时候 自己不小心掉下去 掉到山下的时候 念比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前面是如日虚空柱 这个地方是不能损一毛 一毛都不能损的话 更何况你身上任何地方 会有损害 这是讲到的极致 那就是家宋三难 两个宋 下面 或执冤贼老 各执刀家汉 念比观音力 嫌疾洗慈心 这个是重送前面的 冤贼难 或遭亡难苦 零行御寿中 念比观音力 刀寻断断坏 这个也是重送前面的 第四个的刀杖难 或囚禁枷锁 手足批丑泄 念比观音力 世然得泄托 这个也是重送前面的 第六个的家所难 那么再下来一首寄送是 咒诅诸毒药 所欲害身者 念比观音力 还酌于本人 这个是家宋 就是前面没有 咒诅诸毒药的困扰 这个地方把它写出来 就是有的时候 你是被人所害 那他用什么样方法来害你 他是用咒 就是恶咒 有的人持恶咒 他能够驱使鬼神来杀人 有的地方会有这种情况 他要害你的时候 因为你念比观音力 这个恶咒没有办法伤害你 而恶咒反而 他反弹回去 伤害到要持咒的人 或想害人的人 所以这个是还酌于本人 回到本人的苦恼当中 那这首寄呢 苏氏 苏东坡 他认为这样不好 这样子 还是没有慈悲心 不够慈悲 因为那个毒药呢 没有害到你 但是反而回去 害到那个持咒的人 所以他说 这个文字不好 应该改成 那个还酌于本人 把它改成两家具梅式 这样子 就是皆大欢喜 毒咒没有用 欧义大师说 你这种改法 叫做见世单薄 你只知其一 不知其恶 经文不能随便乱改的 他说 你这样子来说的话 你不知折射之妙 不知道菩萨的 该射受你的时候 他是用慈悲的射受 该用折服 就是属于比较严厉的 属于比较能够使你改过的 严厉的手法的时候 那他还是会用折的方法 使你能够有一点的 知道因果的道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用四十二章经来比喻的话 是最好的 佛就有说 如果你要养天而拓的时候 对着天 要骂他你土盘的话 你的口水 反而就会拖到你自己的身上 所以密封阳尘 尘不自比 也是环喷菊生 贤不可悔 对贤人 你不可以加害他的 你加害他的话 祸必灭击 力量会回来 这里面在讲因果 我们会说明 佛法的不可思议 前面讲很多 观音菩萨的救度事迹 种种的不可思议的内容 那么佛门里面的不可思议 还是建立在因果上面 那因果有戒内因果 有戒外因果 戒内是思议因果 戒外是不可思议的因果 那戒内的这种思议因果 我们比较能够感受得到 好人好报 恶人恶报 那戒外的不可思议因果 它是有因果 但是那个转变在心的质量的转变 所以你心的质量如果有改的话呢 它所产生的这种功德呢 那就不是用我们的那个有限量性能够了解的 但是你还是心要转变 心如果不转变 全部都说我念笔观音粒 观音报到底 什么都事情都帮你处理完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跟外道一样 就信上帝我什么事情呢 就是上帝就可以救我 那要不然的话 《守勒言经》里面 欧南不是自己也认为说 我是我佛宠地 然后呢 我靠佛的话就不劳我修 我就不用修行我靠佛就好了 修行还是自己要有那份的发心 那你所缘的境界 就是不失意境界 当你的所缘境的时候 你产生的是不失意的因果 所以我们还是不可以把这个因果破坏掉 这个地方呢 不可以随便就把它改了 就是说两边都没事情了 那这个就会破坏因果 那下面是鬼难 这是第五的鬼难 然后再来是加颂的 加颂的就是 若恶寿围绕利亚抓可步 念比观音力 几种无边方 这是恶寿难 前面的长文里面没有这个难 多加来就是说 如果你被这个恶寿 譬如说 财狼虎豹 乃至于恶犬之类的 然后呢 来跟你围绕 或者是恶龙 猪鬼等 要加害你的时候 那你念比观音力 实习不敢害 这个是前面没有的 然后再下面 圆蛇及福歇 气毒 焉火燃 念比观音力 寻生 自回去 这个也是 加颂 蛇蝎奈 这个圆 有的时候 也可以念 丸 丸蛇 或是圆蛇 反正它都是 一种毒蛇 那富歇呢 也是指 毒虫 或者毒蝎 就是毒虫 毒蝎 然后它们是很毒的 气毒呢 是很 那个毒气 是很猛的 很圣的 然后要加害你的时候 你念比观音力 它要加害你的时候 那吐出毒气的时候 因为你念观音 菩萨的圣号 它对这个声音呢 就马上 有自止的效果 形身自回去 听到这个声音后 这个毒蛇 还有这些腹蝎呢 就避开 不敢伤害你 因为它是加颂 加颂 我们前面在七难当中 无论地水火风 我们都会讲到 我们自己本身的烦恼 消归自信 那这个原蛇及腹蝎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你会碰到外毒 有这些毒蛇 毒蛇要来伤害你的时候 因为你念比观音力 观音是慈悲 发出慈悲的那种 慈场的时候 毒是称毒 怒 称毒 跟慈悲 这两个是不相应的 慈场不相应 所以你越慈悲 它那个毒呢 越不能加害你 所以有观音菩萨的 慈悲力的加持 所以没有办法使我们受难 那我们现在讲 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毒吗 外面有很多毒 你就怕中毒去打那个防疫症 我们多念观音啊 人家防卫力量 我们要念念 后面有讲 念念顾身疑 如果说那个毒蛇 腹蝎 或者恶瘦围绕 都没有办法加害的话 那个属于细菌的病毒 那么小的 更不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 所以这个是外毒 那我们本身的内毒是什么 其实我们也都在养毒啊 我们养的肥肥胖胖的 养得很好 而且还害怕它不够毒啊 本经里面讲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四大 四大 地 水 火 风 四大是什么 四大就是毒蛇 所以我们的四大毒蛇 我们怕它长得不好啊 都要让它能够稳定生长 如果中间有哪一个水不好的话 就是你发烧的话 那就是表示你那个水的那个毒蛇呢 它被火 那个毒蛇呢 所攻击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自己本身来说 我们不太能够灌照到自己本身的那个身见 对自己的身体呢 是会非常非常的爱护 其实我们是在养毒蛇 那毒蛇怎么样呢 寻生智慧去呢 不是说把它消灭掉 这个是要转变 那毒蛇是害的 你要把它转变 转变成有力的 转变成护持的 转变成慈悲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它成道之后 我们有一张像 就是它在打坐 盘坐在那儿打坐的时候 它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一只很大的蛇 昨天前天我们去上课 上荒野的学人修的课 他才才讲到这个 释迦摩尼佛打坐后面的那个蛇叫什么 什么蛇 金刚眼镜蛇 那就不是小毒虫小蛇 那叫金刚眼镜蛇 为了这个事情 我特别今天写个简讯去问他 什么叫做金刚眼镜蛇 我觉得也很有趣 他告诉我们说 佛经里面的任何的表法 都有他的用意的 他不会随便找一个物类来做比喻 他说金刚眼镜蛇是地球上最大的毒蛇 有毒的蛇最大的就是这种金刚眼镜蛇 可以长达五公尺 他如果上半身竖起来的时候 比人还高 是有毒的 因为他不仅蛇也会很长 但是有毒的时候是这个金刚眼镜蛇 那我又说 你怎么知道这叫金刚眼镜蛇 他说一般的眼镜蛇 他如果受到攻击会惊吓他的时候 他如果膨胀 他只会膨胀局部的颈 脖子的局部的颈 把他张开来下你 但是金刚眼镜蛇呢 你看到他那个样子 他是整个的胸整个的颈 全部是脏大的 而且他很奇异 金刚眼镜蛇 他只吃蛇 他不吃青蛙 他的食物就是蛇 那印度人称他叫做神蛇 释迦牟尼佛打坐的时候 那金刚眼镜蛇在后面做什么 这个我就要去考据一下 那这个金刚眼镜蛇 有一种说法 最头衔他是要来干扰佛的 他在打坐当中 有些境界的时候 他不让他好好修行 用出很多的这种力量 来干扰佛的打坐 但是佛的定力 佛的慈悲力 降服他以后 他转变变成护法 这个是我们其实要说的 我们很多东西 你看他好跟不好 他是毒蛇 可是他也可以变成护法 所以到最后呢 我们今天所呈现的像 那个金刚眼镜蛇 他是到佛的头上 佛如果在那里打坐的时候 太阳太大 他帮佛遮太阳 如果下雨的时候呢 他替佛遮雨 他的作用就是这样 遮阳挡雨用 这个是不只是寻身自委屈了 而且呢 他还能够当作一个护法的功能 所以说毒可以转变的 所以定力 慈悲力 功力 就是念笔观音力 所以这是加颂 原蛇及富歇 下面也是加颂 云雷古策殿 降包苏大雨 念笔观音力 应时得消散 这个是讲一报 有这个雷雨难 那我们今天呢 应该都会感受到 这个环境当中呢 就很多的贡业里面 都有很多的雷雨 然后土石流 乃至地震 各地都有很多的灾难 如果能够念笔观音力的时候 就不会遭难 那他们不会念 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帮他们念 希望世界的灾难 能够 人为已经令人担忧了 更何况这些天灾 这个是世间的苦境 是用风雨 雷 地震等等的 所以能够感得 有观音菩萨的加持 能够消这些 一报的困难 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 总前面的七难 就是免七难 然后他这个地方 有一些加颂 后面 用一首祭颂 来讲三毒二求 总说 众生被困恶 无量苦必生 观音妙之里 能救世间苦 那他就是总说 众生在这个 种种的困恶当中 能逼迫我们 那多少苦呢 我们前面说过的 多人受多苦 苦呢 苦无量 戒内戒外的苦都很多 观音妙之里 能够救世间 乃至于初世间的苦 那这个里面是讲到 三毒二求 总说 到这个地方的寄送是 回答第一个问题 以和因缘 明观世音 他能够面七难 能够去三毒 应二求 所以叫做观世音 是回答前面的问题 后面是回答 三十三应声的 别名的部分 然后赠送是四限 就讲到 声多 尽多 说明 三伦 不思义化 声 口 意 三伦 普应 众生 所以先讲 声伦 普应 具足神通力 广修至方便 十方诸国度 无差 不现身 就是声伦普应 就是他具足神通力 关于菩萨 具足全体的 妙用 他在阴地里面 是修 种种的 至方便 全至 实至 他都是修的 非常的圆满 所以使他有 种种的 微臣之力 十方诸国度 应以和声 得度者 即现和声 而畏缩法 这个都是种说 那再来的话 也就是说 种种 诸二去 地狱鬼畜生 生老病死苦 以见息令念 这还是深夜 但是这首祭送 在前面 三十三应声当中的 就没有讲到 地狱鬼畜生 三二道 长行没有 可是在祭送里面 就把它补了 所以在三二道当中 种种诸二去 地狱也有很多 二鬼也有很多 出生也有很多 多种类 那这些 都能够渐渐的 脱离三二道之苦 然后来自于人道的 生老病死苦 我们的生命当中的 种种无常现象 也能够 皈依观世音菩萨 修观音菩萨的 观音法门的话 那就以见息令念 就是渐渐的 菩萨的旧度 寻寻善用 就是渐渐的把我们 影致于 归长吉光净土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不只免三二道苦 免人道的生老病死苦 应求当中呢 在首轮言经里面 事不知意的 无作妙德当中呢 他还说到 求大涅槃 你可以得到大涅槃 所以你的求是什么 要看我们求观音 我们求什么 我们所求呢 甚为卑劣 就是只求我免当前之苦难 其实他更希望是 渐渐把这些二世 就是变异生死 分断生死 都能够消灭 都能够求涅槃 得大涅槃 能够了生死 这个功德 这个功用 这个修行 都可以依观世音菩萨 来做我们最好的护持者 这个是深夜 深夜的普应 然后呢 再下来是异业的普观 真观清净观 广大智慧观 悲观及词观 常艳常瞻仰 这个是我们讲五观度式 这个五观呢 真观清净观 广大智慧观 悲观及词观 这五个观 我们在讲这个品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古门品的时候 在讲世明 解释这个品的名字的时候 我们要简单的说过去 解释观世音的时候 那个观 我们用真观清净观 广大智慧观 悲观及词观 来解释什么叫做观世音的观 可是它的意义很多 内容也很深 可是我们的很多 我们只能稍微尝到一点味道 什么叫五观 我们讲到一星三观 空观 假观 中观 那是前面的真观清净观 广大智慧观 然后悲观及词观 是讲到自立立他的部分 立他 把苦与乐的部分 可是要用法的深度内容 你去感受到什么叫做观世音菩萨 然后感受到他的威德 感受到他的慈悲神通 所以我们才常愿 能够希望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他有这个五观度式 我们也能够修行这个五观 所以他讲常愿 你瞻仰观世音菩萨 是希望跟他把手共行 是希望跟他同体的话 那他的这个五个观 我们就要学习 要熏习 要修行 所以这个是讲一夜普观 无垢清净光 慧日泼珠岸 能福灾或佛 普明昭世间 不过清净光 其实就是解释后面那个慧日 就是他的智慧日 他的智慧的般若功德 是很清净的 是无染的 他的功德能够破诸祸 所以你如果有智慧的话 三祸见尸成杀无名 要靠什么来破呢 靠智慧 那个慧日可以破诸暗 所以不要执着 不要重点于我们的祸 如果得到剥热智慧光的话 那这个祸自然就消失了 是照破的 不是努力的把它 用力的把它压住消灭 而是用智慧 那个智慧开发的话 我们的那个无名烦恼 自然就没有了 那这种智慧能否在乎火 所以为什么会有外面的灾风火 为什么会有山灾 更有这些苦境 因为我们内心有这样的山火 内外的感应 所以为了消外面的天灾 其实下手处还是在我们的内心 破诸暗 那个诸暗是山祸 就是极地 苦境念法的极地 能否摘风火 是赶得苦地 苦因 赶得苦果 那苦明照事件呢 这是道地 修波热 修智慧 然后就是照见五云皆空 如果是我们的圣性静的话 性性静的话 外面的静体就清静了 这个是异业 谱观 下面是口叶 谱说 悲体戒雷阵 慈意 妙大云 树甘露伐语 灭除烦恼 说明菩萨的口叶 所呈现来 说法 度众神里面 是能够使我们的烦恼都消灭的 然后他悲体 那个悲体是指讲 他的身体是以大慈悲为体 他的身体的大慈悲为体 是以戒德来成就 就是他的那个戒功德 是成就他的大慈悲 而能够紧人如天雷震 所以他所说出来的法 他本身是具足这种慈悲心 但是又有那个戒的那个德体 所以他所说出的一切对应的法 就好像那个雷震一样 就是能够警醒众生 他的迷惑 就用雷震来表明我们众生 是在昆迷当中 他帮我们警醒 然后慈意妙大云 慈悲的云 好像个大云一样 能够覆盖众生 云来了就有甘露伐云 滋润众生 大慈与乐 所以前面的悲体戒雷震 是大悲拔苦 后面的慈意妙大云 树干入法语 是大慈与乐 所以他的口业里面 无论是属于顺的顺观音 只是大慈与乐 或者是他警示众生的大悲拔苦 都能够众生把烦恼消灭 所以使闻着悟道 然后能够把我们的烦恼习气 能够消灭 就像这个云雨一样 把这些大地都能够滋润 这是口业谱说 下面这首祭颂 如果是以尊师大师来说的时候 他说是加颂险记险印 可是慧老他讲 这首祭颂应该是错简 就是并不是属于在三读二求当中 应该是属于前面的七难的部分 因为他可能是刀杖难 就是征送金关处 部位军阵中 炼彼观音力 众愿西退散 所以他还是属于前面七难里面的刀杖难 但是他放在这个三读二求后面的话 他可能当时文字抄写的时候 有一些放的位置不太对 所以可以了解他还是从诵的部分 所以前面既诵到这个地方 属于长行的七难三读二求 乃至于三十三应生 到这个地方都说完了 就是别诵两答总答别答部分都完了 那下面就是双诵两劝 长行里面也是两个劝 劝十名劝供养 那劝十名 他这里面讲双诵两劝 其实是三个祭送 一个劝十名是两个祭送 劝供养是一个祭送 劝十名是 妙音观世音 法音海曹音 圣彼世间音 世故虚常念 第一个是表示 静至深妙 就是观世音 菩萨它是五个音 我们前面讲五音 有观世音 它的五音的内容 那我们世间呢 就没有这个五音的内容 我们世间的音声都是一些 世间的属于比较俗话的音声 观世音菩萨的音呢 它是属于初世间的妙音 观世音 白音海曹音 圣彼世间音 这是指菩萨的音 跟我们世间的音 是不一样的 它是超圣的 那我们世间的凡夫的那个音呢 是属于比较烦性 所出的音声 所发出的语言口语 我们要念的是念了吗 念圣彼世间音 超出世间的音声 观世音菩萨的音声呢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呢 是圣彼世间音 所以我们世故虚常念 那这个也是前面我们解释过的 所以我们就不再说 主要是讲说 菩萨的种种的威德 是气 实界的机 所以是实法界当中 观世音菩萨的音 是最殊胜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念 常念观世音 讲到这个地方 普门品念到这个地方 劝我们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我们要反问一句 他这里说 事故虚常念 你时常要念观世音菩萨 反问为什么要常念 他劝我们 你要常念观世音菩萨 那我为什么要常念 他是妙音观世音 他是反音海超音 他是圣彼世间音 这个五音的内容 如果了解的话 你不会不念的意思 如果知道他说 妙音观世音 反音海超音 圣彼世间音的话 你会哼念观音名号 这个是讲他的静置身妙 然后劝说你在念的当中 你就不要生疑惑 因为他感应难测 念念悟生疑 常念正念当中 念中是没有疑的烦恼 这是警戒我们 所以你在念当中 不可以吃一好一滴的烦恼 一好一滴的疑念 因为观世音净盛 与苦恼十恶 能为作医护 读完苦门品对菩萨的 这个圣德威神之力 你要有全然的信心 观世音菩萨在种种的苦恼 前面讲当中 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以往当前来说 最大的苦恼是死恶 生命之苦 就是最恐惧的 最大的部位 观世音菩萨 都能够做我们的医护 依靠救护 最大的能够让我们安全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信心 完全没有疑念的时候 疑去则念成 在念这一句圣号的当中 你心里面是通声靠导 完全的信任的时候 那你的那个这个念 那个功德就成就 如果这个实念的功德成就的话 二失可托 这是欧义大师说的 就是念力的功德不得可设立 念比观音力 除了念观世音菩萨的力之外 我们自己本身念观音的那个念力 念力如果没有生疑念成的话 他的功德是 了身脱使 还不止分断生死念 便意生死 都可以以见息灵念 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他这里面是 劝我们整个普门品里面 对于持民 这个修行方法 非常的着力 最简单 我们常说是最简单 最方便 有功效最大 最快 为什么道理在那里 因为全凭佛力 全凭果地的功德 以果地觉为因地心 两个因果相应 他的那个法力所呈现出来 所以念念悟生疑 他不止除我们种种的苦恼 连生死都可以脱 都使我们能够跨越 这个轮回生死之苦 那是何其难 也是何其的恩德 所以这普门品当中 我们读到观音菩萨 他的功德 所以有实名这个念佛方法 就有人说 那我如果念观世音菩萨的身号 我可不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一般来说 阿弥陀佛方法四十八大院 你持我名号的话 往生极乐世界 那我现在念观世音菩萨的身号 他这里面说 一苦恼十二难为坐一户 念观世音菩萨 可不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们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子的回答 我们这里跟各位介绍 一个近代很重要的人物 叫做观窘君 他去持观世音菩萨身号往生的 他观云常的后代 观云的后代 他是在清光绪五年 1879年生的 一到1942年 就是民国三十一年往生 他是户北汉阳人 当家似血如业 读书传家 他曾经在清朝末年 所以他种过秀才 很早的时候也咒过居人 后来他还做官 在宁光绪二十九年的时候 他的官是做上海的公共租界的 宫谢政审官 有点像我们的现在所谓的法官 但是他的位置是住在上海 上海当时已经被 就是五口痛伤当中 已经被租界出去了 就是被英国人租去当他们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地区 因为那地方有外国人 也有中国人 所以如果法律上碰到事情的时候 要现在讲 如果是要审判的时候 到底要用哪一国的法律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会有公审团 就是我们我方代表 跟那个英方的代表 那他就是当时是当时做我方代表 可是这个人非常公正 他是官运厂的后代 非常的正直 我们是弱国在自己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犯罪的时候 几乎我们的很多地方 都没有办法占优势 但是以他的这个能力 他实际上不畏强权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这是光绪就是清朝末年 然后后来他的时代 又经过改朝换代 到民国的时候 因为他的人工作做得非常好 得到大众的永代 所以他后来再继续 在那个地方做法律上面的工作 他整个前后跨朝代 做了二十几年 所以前半生的几乎都在做这个工作 在他的身上 他是近代历史上 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曾经 就是我们现代历史 约世凯当时的时候 二次革命 就是孙中山二次革命 失败的时候 孙中山的逃亡 他帮过忙的 他是把那个 到拘押孙中山的那个公文 先押住 然后找人去告诉那个孙文 私下通知他逃亡的 然后宋教人案的时候 他当时也是当很重要一个法官的审判 当时在近代史上面 在法律上 因为那个时代的环境内容里面 他有出过很大的力量 然后1918年民国七年 英光老法师他在扬州科安世全书 他在无意中 就是看到安世全书这本书以后 从此改变他的人生信仰 他说他人生找到归一处 他就学佛 这样子一学佛以后 他完全用他后面的 后半身的力量 全部发挥在佛法的红传护教修行上面 那个时代 很多的军阀的困乱 然后八国联军 对外来说是各国亲民 对内来说 我们自己本身有打得乱七八糟 这个时代 然后天灾人火 那个时候水灾火灾 也是一样非常的多 在那个时候 他发挥很大 因为他学佛地址 然后他又是属于上游民事 他发挥很大的护教的力量 所以他一学佛以后 他就在上海组织的居士林 上海佛教居士林 是纳路第一所的居士林 然后半径业社提供给大家来修行 然后请法师来讲经 严寅法师 兴致法师等等 当时当代的这些大师 他就请他们来讲经 当时他也办了政灾 收难民 他还办那个义务院 还办佛教公务 我看他的工作 他行善事业简直说不尽 太多了 红十字会他也是参与里面的 民国政府要寺庙财产 要把他当做教育机构的时候 他要护士产的时候 他也出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应广大师对他非常非常赞叹 他说上海假如没有观炯子的话 今天没有办法能够保留这样子的程度 所以他是一生完全做在护法的工作 修行的工作 那他一生持观世音菩萨身号 修观音法门 他曾经 而且他对应广大师非常的尊重 他曾经在普陀山打佛妻 打佛妻的时候 他一直希望请一光大师来佛妻道场去开示 一光大师就是圣情难却 就答应他 我就吃早哉之后 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开示 打佛妻 我看一下他应该是在下面的会计时 一光大师住在法律时 两个不同的生命 所以早哉之后要讲一点开示的话 那时间很紧迫 所以他也很贴心 他半夜就请人家雇了一台轿子 要去让那个应光大师坐轿子到这个打佛妻的地方来开示 那这个轿子受命要去请应光大师的时候 这个轿子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应光大师根本是摸黑走路已经下来到一半了 他从头到尾他都不肯坐轿子 应光大师 他知道以后他非常高兴他要去拜访应光大师 他说到太平市去找 楼上楼下全寺庙找光光就找不到应光大师 就后来看到在哪个地方找到呢 在天井 在天井地方看到一个老师傅在那个地方洗衣服 所以他讲到这个老师傅的这种平易近人 然后他要请老和尚吃一顿饭 他就怎么样不肯 那再请他说好啊你实在要请 那我吃饭我只是馒头配豆腐 你如果请我这个我就去 不是在寺庙吃 就是在外面请他吃一顿饭 果然要顺师之教 那师傅要这样说 所以他那顿饭请老和尚吃饭 然后有一些陪客 那餐桌上放的是什么 馒头加豆腐 所以表示他的尊崇 那应光大师跟他 就是有很多指示他去振作振栽的这些工作 这个人的重要 就是后来造谷出居士 就是我们大陆中国佛邪负责人 赵普苏叫他舅舅 赵普苏居士他会学佛 是因为赵普苏居士他是在安徽人 那个时候市局很动乱的时候 他父母把他送到上海 就是租界地比较安全 就送到关城寺这个地方 那时候赵普苏先生十四岁 赵普苏他一生写的好字 字写得非常的漂亮 就要看他这个外甥 字写得那么漂亮 他就叫他 因为他做很多佛教工作 所以他很多的文书 很多的来往 全部都叫他回血 赵普苏居士在他那个地方 就开始熏悉佛法 而且他们时常请了法师来讲经 从他那个地方 学佛的熏悉 在观济这个地方 得到很大的影响 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到晚年的时候 其实他很多的病 晚年多病苦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是讲到 一哭闹十二能够做异哭 就是说他这样一个护法居士 他在晚年病苦的时候 他持观音圣号 完全没有任何的疑心 他到民国三十一年的七月二号的时候 他叫赵普苏居士 到他的床前跟他开示 他说 我此时心中胜为清静 因为他虽然生病病得很重 可是他跟赵普苏居士说 我此时心中胜为清静 我一切都能放下 所以放下不是人家劝你放下 他告诉人家说 我放下了 我专心求生净土 自觉求生净土并不难 他觉得求生净土不难 我现在已经一步一步往前走 走向西方 所以他并没有怕死 而我并终常观 我观普陀山的河池 就是我们讲前面的普济世 河池跟那个普济世的 那个观音大事的像 想到观音大事的旧度苦恶 希望他能够接引往生 接引他往生 赵普苏居士就说 那是不是我们请道友来助念 他说可以 就请道友来助念 请他们来帮我念观音 所以赵普苏居士就请法师来 最头前他请得胜法师来 这个得胜法师就是在 欲望大师旁边很重要的一个助手 然后还有几个居士来 所以大家就在跟他助念 那得胜法师看到大家 在跟他念观世音菩萨圣靠的时候 他说不行不能念观音 你要往生西方要念弥陀 所以劝他改念弥陀 这个要生病要往生的人 他还居然可以在这个时候 跟这个法师说 还是念观音好了 我喜欢念观音 得胜法师 怕他执着念观音是要求长寿的 所以你还是要改 他说我不改了 我就是要念观音 这个迥陀就是观穹之后 就跟得胜法师说 观音皆隐往生西方 跟弥陀是一样的 映光大师文朝 映光大师那时候已经往生了 所以映光大师文朝也是这样讲 不要改了 那旁边那时候赵普苏居士就在讲说 就跟那个得胜法师说 我这个舅舅对观音很纯熟 要顺他的意思 所以后来特胜法师就不再坚持 所以大家就念观音 又再请新智法师来说法 跟他说你就念观音 你跟观音心心相应 你一定往生 九老师就非常高兴说 我但求代业往生 就是边地化成 我也甘愿 但是大家就念那个声音太快了 念得不清楚 慢慢念 所以新智法师就领重 慢慢地念观音心相 念了两个小时 新智法师有事情要离开 就让人舍不得 他说我很喜欢你在这地方住念 说不行 我们是要离开 所以他还是离开 离开以后大家继续住念 可是我们在临重会有一些境界出现 在一段时间的时候 这个观律师就跟赵佛祖说 我现在妄念很多 观音菩萨不是无叉不现身吗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 魏夫现前 赵佛祖就跟他说 菩萨在你的心里面 不管你见跟不见 你但仅靠观音便得加持 我真会开示 所以就请了一尊观音菩萨在他床间 然后就专心念观世音菩萨 然后念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又跟赵佛祖说 我现在看到莲花池 可是我就是没有看到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到了莲花池不见大师 我又回来了 说我有业障 所以请大众 住念的大众 为他念大忏悔文 就是我们的晚课 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大慈大悲民众神那一段 请大众 他说我还是有业障 要跟他散 所以大众也就如法 这都在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 那后来赵佛祖又在旁边 住念当中 他观下观音菩萨放光 皆自成的念菩萨的神号 念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 观句子突然大叫 大喊说 大事已至 观音大事已至 叫家人大家通通跪下来 大事与莲花池中 莲花围绕 我此时身心快乐无极 现在都没有灯光了 全部都是菩萨的光明 就是在菩萨的光明当中 赵佛祖就问他 你有看到阿弥陀佛吗 他说没有 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但是大事非常的清晰 很清楚的 赵佛祖说 你只看大事就好了 他当时就二十几个人在旁边跟他住念 他讲这样之后 他的眼光目光常住于虚空 眼睛一直看虚空 不再说话 所以这是七月二号一直念三天 三天到七月五号三昼夜 菩萨的神号没有断绝 到中午十二点二十分的时候 这个官居士气息见微 到后来自然就走了 这是因为观音圣号 中间有人叫他改 他还能够决定说 我就是不改的 那么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当今会有一些人有这个问题 你能够一生受持观音圣号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借大师之语呢 而得往生 由他来做证明 那这个问题 我曾经当面问过李老师 李平南老师 我说如果是观音圣号 可不可以得往生 李老师的回答是说 他说观音大师是西方三圣 是可以 就是念大师你号是可以得往生 但是要看他念观音圣号的那个动机 他说念观音圣号而求往生 那就得往生 可是我们一般的人早上念观音 晚上念弥陀是什么意思 白天的时候是求消灾 晚上的时候才说 念弥陀往生西方 所以一般我们念观音都是属于消灾 比较没有说称大师而求往生的 那你如果是称大师你号 他在这个地方讲说 于苦恼十二能为座医护的话 你喜欢念观音 然后求观音加持 让我往生 这个也是因果相应 是没有问题的 不用叫他改 只是怕说他念观音的动机 是属于哪里 你那个因果要相应 这个是劝慈明 后面的那首记是劝供养 据一切功德 持愿示众生 福借海无量 事故应顶礼 观音菩萨是 据一切无量的功德 他是持愿示众生的 那他有极大的功德 所以我们文明 我们称念应该顶礼 那顶礼就是三页供养 所以用称明来结第一个问答 然后用劝供养 那什么样式的供养 就是顶礼 是法供养 所以顶礼就是法供养 所以我们的祭颂 整个的祭颂是以顶礼做结束 做这个我们这个法的祭颂 这个文结束 那这个的祭颂是 迅沃罗斯他是没有的 但是迅沃罗斯还是有后面 二十十地菩萨的 这个后面的这个的文 所以祭颂在这个地方感觉 没有完 到这个地方为止呢 事故应顶礼是劝供养 可是你会感觉他并没有完 泰西纳斯在民国二十八年 在昆明佛教会的时候 他就有说过 他说这个版本应该是还结尾还缺义 可是民国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是对于抗战 所以那个时候 在大后方人性还没有安顿 他说这个事情定论留待 后人在找凡文来对照 民国五十七年的时候 李老师他在讲普门里 在数学语录里面他说 他只看到李毕成居士 他所翻译的英国的克尔恩寺 他翻译的普门评 那他的翻译 他只看到两手记 他如果是能够七手记 这个资料里面应该七手记 他说如果能够七手记 全部看得到 那不知道应该有多好 所以他当时这样讲以后 李老的弟子非常孝顺 他们就开始找 找遍中外所有的图书馆 所有的藏书里面 看能不能找到 李毕成居士的 这个英华河壁的 庙堡庙堡门品 后来皇天不负苦心 他在北京的图书馆里面 馆藏书当中 就找到这本书 那是民国22年上海佛学局出版的书 所以他们后来就有把这一个 七手记送跟长行的三句出来 那目前来说 就是 金文罗斯大士他没有记送 可是在梵文本 他是有记送的 而从梵文本翻过来的那个版本里面 就是藏文本 沙迦士他有长的梵文的画华经里面 他们有把它翻成藏文 所以藏文本也有这个记送 所以后面这几首记送 那星零大士他的扑门品讲话 他是翻译日本人生下大元的注解 那这个日本人呢 他是也是透过这个梵文本而做的注解 所以他也有翻译成记送 所以他这个的记送也有 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是 李毕成军士 他所翻译从克恩寺 他从梵文本翻成英文 然后李毕成军士 再把它翻成中文 这样子的内容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七首记送 其实是很难得的 那李毕成军士他所翻译出来的 而且我看了一下 我大概看了一下 他们翻译的这三个版本 还是这个李毕成军士翻的 我们感觉是比较流畅 包括藏文本跟日文的翻译 感觉比较 我们比较文字没有那么顺畅 李毕成军士他的长行有三句 长行的三句里面是在 我们大家看一下经文 210页 第二句 身老病死苦 已见西令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之后 他就有长行的三句 就是说 无尽与菩萨 闻佛所说 心中心悦 而说 济曰 长行三句是从这个地方切断前后的济文 这个地方很重要 就表示 我们刚才所削的文全部是佛说的 真观亲近观 仿大智慧观 这好像是佛在赞叹观世音菩萨 可是如果这个地方 从梵文本翻译过来的话 那这一个地方 是无尽与菩萨 闻佛所说 心中心悦 而说济言 从下面开始的济诵文 是无尽与菩萨的赞叹 赞叹的人不一样 所以他就开始 真观亲近观 广大智慧观 一直到最后翻过来212页 据一切功德 慈眼示众生 福去海无量 事故应鼎礼 到这个地方 祭送其实是没有完的 后面还有七首祭送 就是我们今天 给各位在讲义上面 有七首 七首祭送的内容 那这七首内容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看过一下 大概看念过一下 彼如是慈悲 就是无尽与菩萨 战的观世音菩萨 第一首 彼如是慈悲 一时当成佛 为是除幽患 我心十月福 所以很像是菩萨的口气 诸王彼为尊 功德富于旷 历界勤修行 正道最无上 第三首祭 辅意阿弥陀 四立其左右 慧立能种词 禅定成无漏 至尊阿弥陀 西方有净土 阿弥辅众生 势彼常居处 彼国无女人 唯有诸佛子 身从幻化身 皆坐净莲地 至尊阿弥陀 宝座莲花上 花中放光明 照耀罪无量 占比功德上 三界无能比 比为宇宙师 我被数一律 这是七首祭奏 七首祭奏 我们没有时间解释 但是我们讲它的重要性 就是在说明 观世音菩萨的 居处及来历 从这个地方可以感受到 李律成居士讲到说 说到他的居处跟来历 是非常的完善 而且是连宗有利之政 不雅于华言之谱贤行愿品 所以在这七首祭奏里面 说出观世音菩萨 他是居处在什么地方 是比常居处 我们看第四首祭奏 阿弥陀众生 是比常居处 所以我们在前面 无仅仪菩萨在问的时候 云可由此说婆世界 云可而为众生说法 我们说那个游字 游字就表示 他不是住在这里的 当时我们有问说 观世音菩萨住在哪里 他才来这个地方 有意有而已 那他回去 他就回去哪里 他住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讲是 是比常居处 他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西方极乐的世界 所以你这样子说 这是确实如此吗 你要看经文的含义 是很有表法的意思 法华经 观世音菩萨古门品 是第25品 他的姐妹品 是第24品的 妙音菩萨品 妙音菩萨从什么地方来 妙音菩萨从东方来 这是我们去看经文 就是说完东方菩萨来这个地方 然后讲完他的功德 回去以后 下一品就是讲西方的菩萨 所以他这个是安排 是有次第的 东方菩萨完了讲西方菩萨 那西方菩萨呢 就是讲的观世音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从西方来 来由此说佛实现 他本居住呢 是在阿弥陀佛 他的本尊佛是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是表示 为什么利老师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 可以看到净土 在整个教内 一代实教当中 他的地位 佛树下成道 初讲华言 倒归极乐 这是最开始说法 倒归极乐 佛的一代实教的中说 最后讲法华涅槃 法华涅槃 从这一品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也是指规净土 所以始说中说 我们要了解 这整个教内的内容 我们才能够说 如来所以兴出事 未说弥陀本愿海 你才能说 我一句佛号念到底 为什么念到底 他里面包含的华言 画华的意趣是无穷的 你教理里面 你需要去看到的时候 他会知道说 他有处处指规的那个意义 或是呈现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七首祭送 其实在整个画华经里面 表示他的指规净土 是很重要的 是也能够展现 观音菩萨 他由此说过世界 然后辅助弥陀 接引众生 能够度苦恼死恶 接引往生西方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跟各位讲的 补充的这七首祭送 是有幸能够看到 这七首祭送 今天都呈现在前面 后面还有经文 经文里面 后面还有一个文秉功德 而是持立菩萨 即从做起 全百佛言 世尊 若有众生 闻是观世音菩萨品 自在之业 苦门世线 神通利者 当知世人 功德不少 就是持立菩萨 出来赞叹 赞叹观世音菩萨的 功德里面 他其实是赞叹众生 众生都是包括我在内 我们有这样的福报 能够听到观世音菩萨 这一品的自在之业 观世音菩萨的 普门世线神通之利 普门世线神通利的话 那是功德不少 那这一品经的发起重 是无精一菩萨 所说的内容 是观世音菩萨 最后出来证明的 证明这一步经的功德 是持立菩萨 这三尊菩萨 共同有一个法位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要把持立菩萨请出来 持立菩萨在守仁燕经里面 他有出现了 二十五元通章当中 他表地大 持立菩萨 佛跟他说 你不用去平平地 当平新地 世界地 一切皆平 所以这个是讲持立三昧 他的广荡 他的平等 他的富饶 他的利益众生 就跟观世音菩萨 他们的那个心意 其实都是心心相应的 所以法法大臣 就是大义法师 他有说 阳春一曲 喝者随乎 在持立 聊分晓 只有持立菩萨 他们的程度相等 才知道 证明观音菩萨的 自在之业 普门 视线神通力 所以 如果我们也能够 熏习到一些的话 当之世人功德不少 欧英大师说 你闻就功德不少 而且持立出来做证明 更何况我们去秀持 更何况我们去思维 更何况我们去学习 观音行 现在很多人都说 他是修观音法门 那观音法门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内容 从前面的词明 到后面的供养 都是观音行 后面有一个经家数议 佛硕士 苦门品实 众中八万四千众生 皆发五等等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 真正如果得到这一品 功德利益的话 你当下 如果我们是当机众的话 当下闻到观音菩萨的 这个普门品的时候 我们都会因此 而能够长愿 长瞻养 所以我们效法观音菩萨 我们学他的观音法门里面 我们就是当机众 当机众最明显的 也就会发菩提心 你的菩提心如果发的话 就是这个普门品的当机众 那就是有学观音菩萨的心地内容 以观音心观音行来做我们的修行方法 所以这一品经大家很熟悉 然后也每天都有持诵 但是文师修里面 它对我们到底产生什么样子的力量 跟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 乃至于我们因为文词经 诵词经以后 我们跟以前有没有不一样 我们有没有得到菩萨的加持力 所以在最后 我以我们普陀山有三个寺庙 其中有一个最高的寺庙 叫做慧祭寺 到慧祭寺的时候 慧祭寺前面有一个照壁 照壁上面有四个大字 叫做佛顶佛 我用这个来表示观音心观音行 什么叫佛顶顶佛 因为那是观音道场 观音虽然是菩萨 但是我们知道它是趁愿再来 它是以佛的身份 然后视线倒架持行 所以它本身的身份其实是佛 本尊它是佛的身份 但是观音菩萨我们看它的顶上 观音菩萨的顶上是什么 是阿弥陀佛 所以菩萨 你看到的是菩萨 它是佛 它佛上面是什么呢 是顶带佛 是顶带着它的本师 它的恩师 但善者法师 它有一个波周在 天观化佛高千里 念报佛恩 常顶带 所以什么是观音心 什么是观音心 你如果是观音菩萨那种心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有佛 那个佛是放在顶带 不敢稍微忘记 不敢稍微 没有恭敬的 那你头 每次呢 你在顶礼的时候 那个佛都在你的顶上 那这是观音菩萨 我们在西方三圣当中 一般菩萨 要认识说你是哪一尊菩萨的时候 都会用它的坐骑 譬如说像 或者是狮子 或者它手拿的东西 西方三圣里面 观音跟世事 是以它的顶带来分别的 那观音菩萨的顶带 表示很大很深的意思 所以当然有报恩 因为阿弥陀佛 在过去生当中 曾经是他的本师 曾经也有过父子的关系 所以他呢 从不敢忘记 这个恩德 所以念报佛恩长顶带 但是要回到我们的相应的 修行的观音菩萨里面 在妙法灵华经里面 它可以让我们呈现 当你心中有佛 你顶上有佛 你在称念佛号的时候 佛柱其顶 所以十六观经里面的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你心里面做佛的时候 佛在顶上的时候 理就是心做心事 那心做心事的话 你的心都在佛上面的话 妙法灵华经的三法妙 就是心法妙 所以心法不可思议 我们能够闻到这样子的法 也是不可思议 所以文法的功德 非常的殊胜 我们领纳于怀 我们就能够有一点法喜 这是大家所共同的成就 所以我们普门品到这个地方 也是四药品到这个地方 跟各位共学圆满 妙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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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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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